大陆央视从10月11号开始 那一年三天报道了 迅雷2020的行动在两岸 都引起非常大的话题 当中最震撼的地方莫过于是 失踪一年多的屏东县 访辽乡的顾问李孟居 他在镜头前面自白 那大陆官方其实也很明白地说了 破获的白起间谍案 主要就是针对台独以及港独人士而来 这边想要请教老谈说 我们撇开央视节目的内容 间谍它并不是现代才有的一个角色 本来就属于是军事的一部分 那么情报的工作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在两岸的近代 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名的间谍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间谍的运作向来都是极机密 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我们不会游泳的局外人 还不如先了解一下过去间谍 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等到回头看新闻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对照组 比较不会随便地被牵着鼻子走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来说一个故事 也就是看战时期最有名的女间谍川岛番子 而且是她与那个时候一位才19岁的大男孩的一个特殊的接触 我们知道很多人这个007前报电影看多了 都会觉得说间谍非常的厉害 能够实力逃生 化险为宇 这个川岛番子过去给人的印象 大概也就是跟007一样 在满洲国所谓的建国情绪 她也曾把那个末代皇后婉容 秘密地把她给运出了天津 尽管那个时候她封关一时 可是在看战胜利没有多久她就被捕了 而且是被处死刑 结果枪毙之后还引发了这个媒体记者的抗议之乱 使得非常多的人都不相信报纸所刊登出来的这个照片 这个女士照片是穿到 反而都相信说ZG的女士是用金条换来的替死鬼 甚至于到了2008年还有中日的团队专门在做研究 也就是想要搞清楚川岛到底有没有死 那个时候 所以说间谍能够当到这个程度 应该才是真正的这个间谍 讲到川岛番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过去简单的历史 就是她的日本名字 这个就是川岛番子 她的汉名是金碧辉满洲香白旗人 八大世袭清丸之一 所以她是非常显赫的满清番主 有那个协同在 对 她是满清第十代 合作肃清丸齐善的第14个女儿 所以她的架势真的是没话说 因为从小就被日本人收养 学会了齐术 枪话也好 担任过满洲国的安国军司令 川岛番子她的作风相当的高调 喜欢在她的肩头砍一只猴子 招摇过世 所以这个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她 在那个193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传出来说 她想要拍一部这个叫做热战争的电影 这部这种历史大戏 那女主角就是她自己 那还要动员7000个人来这个当林演 来陪她演戏 所以那个时候在华北地区 金丝令这三个字 几乎是家喻富小 二战结束之后呢 也就是在1947年的10月22日 在北平呢 就与这个汉奸罪 然后被判处 那老坛曾经访问过一位这个老兵 叫李贝贝 他曾经压解过这个川岛番子 而且有过特殊的这个接触 这位老兵呢 他是在抗战期间 曾经服务于那个第六战区的司令部 特务营 专门负责保护那个时候出身西北军的 孙年仲将军的安全 后来看他胜利 孙年仲就被派到北平去 他也跟着去 所以还参加过这个故宫的这个寿向典礼 他说他们到了北平 也被奉派押解 战犯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搭火车去保定 去压人 人数总共是四个中将 六个少将 加上川岛总共是十一个人 围解都很高 对 那其中这十个将军呢 都已经被拔接了 他们是去那个渡君府这个地方 他说那一天川岛番子是用围巾来包着头 而且是穿连身裙 在押解之前呢 长官还做这个反复的勤权教育 告诉大家说这个川岛 他最厉害的就是卫装 而且会穿那种特殊的衣服 可以同时显现出不同的颜色 所以讲的大家都非常的紧张 我怎么觉得这位长官在勤权教育 电影看太多 有点把川岛捧得太高了 还是这个长官其实就是川岛伴的 跟那汤姆克鲁士一样 他把面具撕下来 结果下面就是川岛方式 最有趣的地方 其实也在这个地方 大家都说川岛很会脱逃 可是去压人的时候呢 他说他看到了这些被拔街的将军们 都已经坐在那个地方 然后都散了手铐还有脚铐 可是只有川岛散手铐 显然这个对川岛是有一些礼遇的 最会逃 然后结果他只散手铐 他们在保定搭了这个三等车厢 这个北上要到北平 那好像到了一个叫奉德的这个地方 那所有人都下车 在那边要等开完北平的这个快车 在等火车的时候呢 川岛就用普通话说 他想要方便 也就是上厕所 李伯伯那个时候呢 他只是一个上等兵 因为站在最旁边 就直接想要帮川岛把手铐给解下来 不要长官见到了以后就说 你这样子会让川岛逃走 那大家就糟糕了 所以就立刻对那个李伯伯说 你最年轻 你去帮他脱掉裙子还有裤子 那李伯伯 这个是他自己讲的吗 对 他应该不会 我前后问了三次 都一样 对 都一样 李伯伯他就说 他那个时候只有19岁 什么也都不懂 就带川岛进入了洗手间 先把门关散 然后翻翻战战的 这个抖抖的就把这个川岛的这个裙子 还有这个裤子 这个都脱了 那老伯伯讲这段话的时候 还笑着说 真的是很难脱 然后他就很害羞的 这个转身出来了 那等到这个川岛 接手完毕以后呢 他再进去把这个 慢慢把这个川岛的裙子 裤子 通通都在川上 还好人都还在 没有这个尿顿 那四个七十多年以后 这个李伯伯 这个都还记得很清楚的一些细节 那他还说 在印象中 穿倒虽然是 虽然是这个 留着这个男性的这个发型 其实本来还算是蛮漂亮的 而且皮肤极好 他是说皮肤极好 真的是非常的白皙 这是扩成李伯伯的原话 那李伯伯他还说 在部队中 大家都叫他小鬼 所以川岛也跟着 叫他小鬼 在劳反里 这个川岛的这个 劳反面积算是大的 有一半的地方 都是堆满的那个罐头 所以根本不吃劳反 轮到他占卫兵的时候 这个川岛他还有时候会很高兴 就说这个小鬼 笔干给你吃 这中间呢 这个那个饼干就是中间有夹成 圆圈圈的那种那种饼干 吃起来甜甜的很好吃 他说在那么穷困的年代里呢 他16岁就被抓钻丁去了补兴队 一直到了 那个第六战区司令部保护孙年仲 在补兴队的那三年呢 没有一天吃饱过 就算是逢年过节 都是处于那种饥饿状态 所以这是他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吃到饼干 而且还是那么有名的这个女间谍给的 而且是整个连队也只有他能够得到 因为后来就是有弟兄知道了以后 就问他说 你这样子不怕被那个川岛给毒死 李伯伯的回答也很妙 他就是说 我看川岛自己也吃 我的命难道会比他还值钱吗 所以根本没有在怕 我觉得我可能电影看太多了 因为觉得这或许也是一种叠对底的手段 川岛也许是看他年轻 因为刚刚老台湘提到说 他才19岁 然后大家都叫他小鬼 涉事未深 所以用这种方法去 想要去拉近距离 或许有办法可以去帮助他逃脱 因为都要大难临头了 你试一下 也没有什么不好吗 死马当活马医 这个也不无可能 但是李伯伯他的权力 应该是还没有到这种地步 至少把他手靠打开 那么我们现在来讲 其实在老李 李伯伯还看到一件事情 他觉得那个时候 川岛是真的有特权 怎么说呢 就是每周他要看三次的医生 李伯伯说川岛是真的有病 还是没有病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 只是每周的一三五 在北京的那个西郊的日本医院 会派医生搭汽车过来 那也会顺便夹带一些罐头 所以川岛的劳房里面 他才能够摆满了这些罐头 那至于每次日本医生要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派卫兵 这个加强检查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 这个李伯伯虽然说川岛 他不知道川岛到底得了什么病 但是呢我们其实如果去翻当时的报纸 可以看得到 川岛在狱中的的确确是有看医生 因为他有吸食鸦片 马飞这种 所以医生是来帮他 主要是来帮他戒除毒瘾 李伯伯讲这个故事 虽然现在听起来有点八卦 可是我个人还是挺信的 因为他还保留了1946年 也就是民国35年的布置名牌 字机虽然有点模糊 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上面写的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 特二营第一年 足够证明他那个时候真的是在北平 而且川岛被捕后 多次的被遗求 其中有一度还真的就是 关在第十一战区司令部 我也问过李伯伯 听说川岛非常的会画画 那很多人也冲着他的名气来所画 那有没有看过那个川岛在遇到 劳烦内画画呢 对于这一点 李伯伯他就很明白的说 他没有看过 总之呢李伯伯跟川岛 有过三个月的互动时间 后来就跟着孙年仲将军 到了这个南京 传导方子则是继续的接受 一连串的这个审讯